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 欢迎你们又再次来我 参加我们的网上崇拜 让我们现在有片刻的时间 预备安静我们的心 进入以下我们敬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孙照》的经文是来自诗篇的第八篇 叫我说 我们的主呀 你的名在传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切的月亮星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人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返京行海道的 都伏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 岸王的主呀 你的名在传地何其美 现在我们是赞美的时间 让我们用我们最全心全意的声音 去赞美侍奉我们的主 诗歌是全能赴上帝 全能赴上帝 就夜掌管天地万邦 全能赴上帝 就夜掌管天地一切 全能赴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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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上的恩 要让全地欢腾 荣耀主 国道 全属领 除了我们的赞美 归给我们的真神主乳 另一个诗歌 出自我们刚刚所读的《宣赵经文》诗篇第八篇 他一直说 究竟我们人算是什么 上帝竟顾念我们 将我们给天使微笑一点 将大地很多东西都交给我们管理 我们人真的很妙少 我们要将我们的荣耀都归于给我们的天父 我们其实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处理所有东西 唯一我们的天父给我们能力 我们才可以度过生活中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后我们用这个诗歌人算是什么 去赞美去感激我们的野和华 将他的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都有能力去做 他想我们做的所有事 在地何美 你将荣耀 上显与天 将荣耀 上显与天 观看你所做的天 所拜之 悦能生守 观看你自头所做的天 所持的月亮性上 便书 人算什么吗 你竟顾念他 他算什么 他被天使微笑一点 你似他 他练下思的天 来自头нем头所做的天 也乱云 上显与天 即可 Healthy ple 不 cities 祝他的日子 祝你的名 在地何明 你将荣耀 将献与天 将荣耀 将献与天 观看你所做的天 所拜切与两姓手 观看你自头所做的天 所持的月亮姓手 便说人算什么 你敬顾念它 它算什么 它被天使 微笑一点 你似它 永于冠冕 你将荣耀 将献与天 将荣耀 将献与天 观看你所做的天 所拜切与两姓手 观看你自头所做的天 所持的月亮姓手 还顾宇宙 密密可光复 是万人 算什么 主啊 我知道我们 其实真的很卑微 但是你都光照我们 你将你的能力加于我们 你带领我们 被救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就算我们多微笑也好 在你的手里面 在你眼中 我们都行为珍贵 而我们要记住 记住你这份恩典 你这份恩惠 在我们生活里面 去走出来 去用我们的身体 去回应你 要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事 以下这首诗歌叫做 《见殿者的呼声》 是一首比较新的诗歌 它里面的歌词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讨文 让我们有学无上帝的心 要我们整天都要纪念我们的主 我们要学想我们的主 让我们讨诗诗歌 作为一个祷告 去回应天父给我们的爱 嗯 原人为人为归于这殿 在你安息自处大佑荣耀 要 以认识你的知识充满遍地 像水借蓋大开掀起我心 更要核心你 我还不是要称重你 因你令我将爱及地 我要纪念主的药 我要纪念主的药 因你是信尚 你是耶和华以来 不依靠世灵 不依靠才能 唯靠我主 圣灵方能圣子 耶和华必成就末后的声 带秘老的人归回 活生安在圣所中 如此遮阳你荣耀 到那天我们 就像做梦的人聚集惊奇 神为我们行了大事 你的救人不见 像你在我们中间 我们中间做奇妙测试 保护我们 祝福我们 让我们再用这首诗歌 去唱多一次 去让我们记得 事想要 纪念和赫赏我们的主 缘因为 因为 归于这殿 尽安息自处 大佑荣耀 亦认识你的知识 充满遍地 将谁借盖大海掀起 我心更要欠伤你 我说不是要清重你 因你令我障碍及地 我要纪念 我要纪念主的一样 因你是信实 你是耶和华以老 不依靠势力 不依靠才能 为靠我主 圣灵 方能圣事 耶和华必成就 末后的事 戒秘鲁的人归回声音在 圣锁中 如此遮阳的荣耀 到那天我们 就像做梦的人 聚集惊奇 神为我们行了大事 你的救恩 不现此你在我们中间 个门中间做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关 以马来力 以后来是讯息的时间 今天有请迪神帝卿 我们讲到他的主题是 与人纳约的上帝 祝你能不能收到的 给你带到的 福音 大家可以带到的 福音 特别是当我们敬拜神,向着神发出我们的呼声的时候 我们知道更加是圣经不断地教导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去敬拜 我们更加在圣经里面去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今天我们去看的题目是与人纳约的上帝 我们承计着上一个礼拜去看在洪水之后 神要跟罗亚纳约 我们会看到这个约不单单是给罗亚和他的义址 更加是他的后裔不断地承计着 这个罗亚之约是不断影响着 到今天也影响着我们 很想今天从几方面我们去认识一次 去认识这个纳约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除了我们在儿童主义学 我们经常都会听罗亚的事迹的时候 更加重新去思想 这位与人纳约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 我们会从三方面去思想 第一个我们是说纳约这个行动 纳约的行动是有关神的拯救 第二方面我们去思想 纳约的本质本身 纳约是源自于恩典 第三方面我们是说纳约的承诺 这个承诺反映出 神愿意在 卫生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一位这样的上帝 然后我们最后会一起去反思 我们作为人我们怎样去回应 第一节目的我们一同的先去读出 创世纪6章13 十三十七至二十二节 神就对罗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他的进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却要把他们和地一拼毁灭 寒纳我要使洪水返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 有气息的活物 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纳约 你和你的妻 与儿子儿父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 一公一毛 你要带进方舟 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 飞了各从其类 生畜各从其类 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 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 好保存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 积蓄起来 好作 你和他们的食物 两下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我们同意去思考 信息的第一部分 就是有关神的拯救 在过往的信息里面 我们已经在 第六章一至九节 看到那个世代 是充满不义 犯罪暴力 人心中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在那个时候 浪亚 是一个二人 在那个世界 他是一个完全人 这个是很难得的 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又愿意 在我们一生的过后 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 我们自己得到什么评价呢 可能这一刻我们心里面会想 我们说 人到中年 差不多退休的年纪 可能有一些产业 儿女 漸漸长大 事业 开始有成 都算是 活得不错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事 是不是都是最终 去决定我们的生命 活得有没有价值的准则呢 如果在当中 有没有认识神 没有相信神的朋友 你期望 这位上帝 怎么看你的生命呢 神在《创世记》里面 是这样去评价罗牙 这个是神亲自去说 罗牙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完全的人 它是在当所有人 都会行差踏错的世界里面 当犯罪 已经是成为日常 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 罗牙它坚持 行正确的道路 我们看到神体人的准则 就不同于 这个世界去定义 我相信 罗牙 如果他生活在任何时代 大概他都是一个傻人 因为他做的事 完全跟那个年代 是相反的 但是上帝 他恩赐他 坚持行正路 而看他为 二人 完全人 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我们又想 我们又希望 神怎样去看我们的生命 在刚才读到 整个六章十三至二十二节里面 神向罗牙展示到 宣布了他的审判 他要让洪水返滥 虽然神要地上的一切灭亡 但是上帝却是要跟罗牙和他一家人去立约 罗牙要建造一只方舟 方舟就是代表神的拯救 神要罗牙和他一家人去进入方舟 最终被拯救过来 然后罗牙就经文这样很清楚地说 罗牙就按着神的吩咐 照样去做 我们看到 其实要去到 后来真正去立约的时候 神首先 去拯救罗牙一家 脱离洪水 后来在新约圣经 神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启示 祂要藉着耶稣基督去拯救我们 这个拯救的行动 不是单单说 是救相信的人 死后会去天国里面 我们要更加去全面认识圣经 我们不是说信耶稣 得永生就停止了 更加是 其实我们是进入了 神的圣约 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认识主 不单单是说神拯救了我们 这位与人纳约的上帝 将我们原本是外邦人 我们不在神的子民之列里面 藉着一个拯救的行动 使我们与上帝的国度有份 在诗篇117篇 这篇诗很短的 只有两节而已 但是很准确地 讲了这个真理出来 以诗篇117篇 这样去写 曼国啊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曼民啊 你们都当重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师持爱 耶和华的诚实传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原本只有以色列 才是神拣选的民族 但因为神向我们每一个人 大师持爱 以至今天当我们读到万国万民都要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惊叹 神的救恩竟然临在我们这些本来属于爱邦人身上 我们更加要去想多一步就是说原来神拯救我们是有目的的 不是说大家信了可以上天堂在地上享受一下神的福气 信仰就是这样停止 就让我们继续去看经文 我们看看神拯救后究竟的心意是什么 用我们去读九章八至十一节 我们去读经文九章八至十一节 神晓于狼雅和他的乙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遇立约 并与你们这类的一切缓云 就是非了生畜走手 凡从方舟里出来的缓物纳约 我与你们纳约 凡有血欲的不再被洪水灭住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我们看今天信息的第二个重心 就是说纳约的本质 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纳约的本质 神与人纳约是为了要彰显他的恩典 经文的第九至十一节 是罗亚之约的主要内容 在近东的文化里面 一个有效的纳约必然会出现几项的条件 第一 纳约的起因历史事件 之前我也有看过 因为洪水的缘故 因为人犯罪缘故 然后用洪水带之后 因为神要拯救 作为纳约的起因历史事件 第二就是纳约的内容 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 第三 纳约之后 事情将来会怎样发展 第四 纳约的仪式 而整个纳约当中 由哪一个人去提出纳约 由哪一个人去作见证 也是十分重要的元素 我们看到罗亚之约 由神亲自去提出来 怎样作见证呢 就是用天上的彩虹 你待会读到的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当时古近东文化里面 一些纳约的元素 我们在这里都会看到 纳约的起因 我们刚才看六章十七 二十一节已经看过 明白神对罗亚的拯救 不是因为罗亚听不听命 或者他是不是因为 在八章最后献那些什么制 而是单单因为神 使得罗亚在他眼前蒙恩 上帝恩着对罗亚一家的恩典和拯救 在洪水之后跟我们纳约 整个纳约是用恩典作为基础 整个纳约是使得罗亚一家人 在新的世界里面 有目的地 有方向地生活 有目的 有方向地生活 旧有被最败坏透的世界 已经成为了过去 来到新的世界 也会说神向他们一家 向人类展示了 他愿意人 怎么去生活 可能罗亚一家人 一听到上帝的说话 或者一走出方舟 心里面 有个疑问 就是说 万一他们 或者他们的后代犯罪 破坏了世界 不能够遵行神的心意 那神会不会再一次 用洪水灭世呢 特别是他们见证着 整个洪水的起因 以往人怎样败坏 神的审判会不会再来呢 神的应许很清楚 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毁坏世界 这个是神和罗亚纳约的内容 相比起审判 我们之前在九章第一节所看到的是 神更加愿意赐福给人 第一节目有时候 可能我们自己曾经这样经历 或者我们身边都有人这样经历 就是我们年少的时候 去相信主 在教会聚会过一段时间 甚至乎我们都经过浸礼加上教会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无论是人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自己经历一些事 暂时离开了教会 但是呢 神其实是 不会因为我们走差 走远了而去放弃我们 神仍然藉着不同的人和事 很想我们回到神的身边 神仍然用祂的慈爱 荣光去提醒住 呼唤住 吸引住我们 我们都需要停一停 想一想一想 问一问自己 我们的生命在寻找着什么呢 就算在外面的世界 但是打滚了很久 就算是我们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习惯了 但是在人生的关口里面 在前路灰暗 但失望绝望的里面 神仍然等待我们回到祂那里 神是一位会与人同行的上帝 在九章九节里面 原文的直译应该是这样的 他说 我 汉啊 我要建立一个我的药 与你和你的后裔 我们要记得这一节经文里面 有两个强调点 第一个是 经文很强调是 神主动亲自的与人纳约 神的慈爱不是念口网 不是用口说一下就算 他是亲自作出行动的上帝 甚至乎整本圣经 其实就是说明着一件事 就是这位上帝 怎么样和人的生命去互动 他是一位行动的上帝 第二点 和合本圣经对于药的翻译 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言用词 就是我的药 其他译本 好像和合本修订版 或者旅阵中等等的译本 都是译做我的药 这个立药 这个confident 不是说两个人普通的契药 而是一份圣药 是由神主动向人所立的药 是属于神的药 罗外之药 在圣经里面 其实是神和人所立的第一个药 创造天地的主宰不是讲究 是不是门当户对 他不小看任何的寿造物 他竟然和人类 和寿造界去立药 神不单单和人立药 这几字经文都让我们看到的事情 就是神特意 去所有的一切的生物 都纳入了立药的范围里面 我们要对比之前 一切活物都要面对洪水 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 都要灭亡 现在整个图画扭转过来 神重新和一切有生命气息的 去立药 十一节里面 不再被灭绝 是说着 人不会再因犯罪而立刻被洪水 突然审判死亡 所以这些立药的内容里面 我们看到人依然需要敬畏神 因为立药的一方 是圣结公义慈爱的上帝 他是主动提出立药 但是另一方面 人就不需要再整日担惊受怕 因为我犯罪 突然间要面对死亡 这里不是说人可以任意犯罪 而是人作为人 我们要记住 我们永远都是活在神的慈爱 和怜悯之下 我们继续去读 十二至十七节 神说 我与你们并你们这类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药 是有记号的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立了的记号了 我始云彩盖地的时候 必有红现在云彩中 我便记念 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药 水就再不犯难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红必现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记念 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药 神对罗牙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 立药的记号了 刚才我们看过 我们看过立药的行动 神拯救的行动 然后我们看过立药的本质 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 我们这几节经文 我们思想 神在立药里面的承诺 这个承诺反映了 祂是一位委身于 与人之间关系的上帝 在经文十二至十七节里面 有些字眼和句式经常重复 这里第一个观察 是说上帝和哪一个人去立药 短短六节经文 五次去提到 上帝和某一些的对象立药 十二节里面 上帝和人和与人同在的所有活物立药 十三节神与地立药 十五节神与你们和所有有血肉的活物立药 十六节神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药 十七节神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药 五次不断重复的句式 都是强调神在立药里面的角色 所有的受造物都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 神是一位让受造物都经历到他恩典的上帝 另一方面我们都会看到 这几节经文有一个字眼经常的出现 出现了三节就是记号 记号 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记号 例如国礼 例如出埃及的神迹 旷野里面的云柱火柱 过约弹河 入加南地那些石头的标记 先知的异能等等 这些记号都是要让人记得神经历神 记号一出现 人自然会想起上帝 但是我们在创世纪九章这一道 神以彩虹为记号 十五节里面提到 我便记念 十六节说到 我看见就要记念 当我们上面所有例子 旧约的例子 有些记号让人想起上帝的时候 在这里 彩虹的记号的作用 是反而 上帝会记念这个药 是上帝会记念这个药 我们现代人去看一个合约或者契约 很自然会期望 双方按着合约所定名的细节去遵守 都是保障双方的利益去出发 双方都会围着自己的益处去行动 例如 每周工作 四十小时 做员工的 会得到合约里面所说的工资 做老板的 会得到员工的服务 例如我们跟业主 跟地主签了租金 租药 作为租客的责任就是 每个月准时去交租 而业主就是负责提供地方居住 以及维修等等 双方在合约里面都很清楚 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 神和罗亚所立的圣约不是这样去看 神不是要人去做一些什么去满足他 然后他有什么义务 也不是要人去做履行他们的什么行动 他才会记得这个药我和他立过 而是神自己因着拣选了罗亚和他的后裔 而去遵行这个药 他自己会毁身在药的里面 不会再用洪水去灭世 这个是神的承诺 这个是神的毁身的弟兄姊妹 当然我们在圣经后面看到不同的立药 神就很清楚要求人去敬畏他 去听众 去信服他 但是 在罗亚之药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神主动 毁身在药里面 不再用洪水灭世 是有目的 因为神要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向人继续 启示他的心意 之后我们看到他拣选了以色列 期望以色列人明白 遵行神的心意 成为神恩典和祝福的见证人 将这个福气分享到 被万民知道 去到整个圣经所启示的高峰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使得外邦人都可以藉着基督的救恩 进入了神的角度 我们看过 纳约的原由 纳约的内容 我们可能会想到 上古年代 罗亚之药 与今天的基督徒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点我们一起反思的就是 人一切都是源自于神 在新洋马达福音四章里面 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引用了一句来自生命记 八章三字的经文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哪是靠耶稣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在这个着重物质享受的世代里面 这个经文更加显得很重要 不是说做基督徒 要苦行主意 或者完全不享受 神都像福气 神都像一些物质 给人去享受 但是对比了 我们的眼光 正是放在今生的事情的时候 神就说有些东西更加重要 刚才我们看到一位超越的上帝 透过与罗牙纳约 人仍然存留在地上 享受到神所治愈的生命 享受到神不同的创造 人要真正认识生命 真正明白 我们为何而活 而这个方法 就必然要在 神的圣约里面去认识 从今天经文 我们看到 人生命一切的源头来自于神 人要倚靠神 人要敬畏 这位以圣洁公义审判的主 也要敬畏这位 以慈爱信实待人的上帝 人的一切 都是源自于这位上帝 第一次我想到 2020年过了大概三分之二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对这一年都有很多 很特别的感受 很多原本的计划 一场瘟疫大流行 全部都要改变 又有谁会预料得到 连习以为常的崇拜 都会变得不再一样 见过面 连拥抱握手 都要想一想 有些朋友结婚的 一早计划了很多 但到最后 都要很灵活 这样去适应 当时政府的政策 去作出一些转变等等 莫讲话 有很多朋友因着政治环境的转变 要重新去思想未来的计划 当我们每一年都遇上去筹划自己人生大计 突如其来一个浪潮 好像叫所有的事情 都要停一停 静止下来 原来有很多事我们习惯 觉得是必然 突然间不再是必然 人的思考再周全 心思再细密 都不能够全知明天会变成什么样 什么事 是必然可以依靠的 每日起床 面对一些眼不能见的威胁 人心 人生命的平安 从何而来 面对不能够预知的死亡 人继续活下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寻找答案 但是圣经跟我们说 人活脏不是单靠食物 哪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神又应许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拦掉神对我们的爱 而祂的平安 是这个世界任何事都不能够给到我们 并且这个平安 是会带来我们 真正使我们生命 满足的那种平安 正如耶稣这样去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而第二个反省就是 我们怎样去活出创造主 这个的心意 经文都挑战我们 要向神委身 神与人所立的圣约 使人因为恩典的缘故 进入了神的救恩里面 而当我们明白到 生命里面有一位这样的上帝的时候 人又要倚靠着他去生存的时候 这个恩典推动着我们去回应 推动着我们去伟生给上帝 有时我们会常问自己 问我们自己关于 我想去做些什么 或者我要怎样做 才去达成自己一些目标 但是弟兄姊妹 当我们生命经历过上帝的拯救之后 生命的主权不再是自己 教徒不是利用上帝去达成自己 对生活的一些期盼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见证 是关于上帝 怎样使到自己成功 或者一些分享就是说 我很成功 我感谢上帝给我成功 这一类的见证可能除了背后 有一位上帝帮助自己成功 我们更加要小心留意的就是说 其他地方其实会不会都可能 跟一般的人没什么大的分别 这样的话生意失败 或者事业不顺 人生有很多风浪 是不是代表上帝不祝福自己呢 但是真正明白 生命主权不在自己的人 是会尋问去尋求 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现代基督徒很少说上帝的心意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实现自己 想要满足自己 想要建立自己的形象等等 不是说这些是差的事 但是如果这些先于神的心意 这些占据了我们心思 过于我们追寻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去留意 向上帝委身 是因为我们明白生命的主权 不是自己一个回应的行动 神用了整本圣经 很充充足足地彰显了 他对人的心意 正如神向罗亚彰显了 他是一位圣洁公义 支持我与人纳一的上帝 他要求罗亚一家 和他们的后裔 以活出神的形象 神的心意 弟兄姊妹 神向我们发出挑战 我们怎样去回应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同心祈祷 这位上帝我们去感谢你 感谢你 让我们生命去遇见到你 感谢你帮助我们 在明白圣经的道理 教导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位上帝很爱我们 他很愿意赐福给我们 他愿意我们同行 更加是他愿意我们 活出他的心意 使我们的人生 真是活不再一样 主有当时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 面对这个世界隐忧的时候 我们会行差 我们会离开 但是主你沿用你的慈爱 去呼唤我们回来 主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在 这个不平安的世界里面 我们更加去触紧 主你自己 我们见到这位神 很愿意 在卫生在和人的关系里面的时候 主我们更加被这份恩典去激励我们 去回应 我们怎样去卫生给神 怎样去回应神 对我们的呼唤 主我们知道 整个世界仍然是很多的恐惧 很多的未知 很多的不安的里面 但是让我们作为基督徒 因着神在我们里面生命里头的时候 作主作王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反映出神的荣光 在这个世界的地上 继续勇于去作见证 主要求你去帮助我们 求你去用你的爱 激励我们 我们这样加托祷告 奉耶稣名字寄求 Amen 大兄姊妹 以后来是回应诗歌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听完刚刚的讯息里面 有什么提醒你有什么反省 其实人真的很渺小 就像刚才我们《词歌净怪时间》的时候 所唱的诗歌《人算什么》 还有我们今天宣教里面读到的诗篇第八篇的时候 《人算什么》 但是天父顾念我们 他不单只顾念我们 他还跟我们立下了承约 所以在我简略回应诗歌的时候 其实也想将这首新的诗歌带给大家 然后也想作为今天我们对听到这篇道的一个回应 歌词里面说到 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清重你 因为你令我出埃及地 我们要纪念主的药 就好像刚才讯息所说的那样 我们要纪念主的药 我们透过我们的身体去回应 虎歌里面也有说到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不依靠势力 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 唯靠就是我们主的圣灵 我们才可以成就更加大 比我们更加大的事 原来我们真的在这个时间 用这个诗歌 大家可以作为自己的祈祷 对于我来说也是的 跟天父的一个回应 提醒我们自己要纪念天父的药之余 我们还要身体力行 诗歌见谠整的欢声 愿因为 因为 归于这殿 在你安息自处 带有荣耀 因你令我着爱及地 我要纪念主的药 因你是信尚 你是耶和华伊朗 不依靠势力 不依靠才能 唯靠我主圣灵 方能盛世 耶和华必成就末后的事 带秘老的人归回升安在圣锁中 如此占让你荣耀 到那天我们就像做梦的人 聚集惊奇 神为我们行了大事 你们的救世 你们的救人不现时 你在我门中间 我门中间做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关 以马内地 让我们再唱这首诗歌一次 去确实 去肯定天父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纪念你和我们立的药 纪念你对我们的大能 在我们身上彰显 赐恩典给我们 我们愿意 愿意去回应你 愿意为 因为归于这殿 在这安息自处大有荣耀 认识你的知识充满天理 将水借盖大开掀起我手 更要欠伤你 我还没事要清重你 因你令我障碍及地 我要纪念主的药 因你是信实 你是野药云朗 不依靠水利 不依靠才能 唯靠我主 圣灵方能盛世 耶和华必成就末后的事 大秘鲁的人归回声安在圣锁中 如指尖让你荣耀 到那天我们 就像众梦的人聚集惊奇 神为我们行了大事 你们的救人不现实 你在我们中间 我们中间做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关 我们中间做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我们中间做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军 和我们一起给平安和带领我们 以下来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 我们有三个崇拜时间 英文崇拜是早上9点半 然后国语和粤语的崇拜 都分别是早上11点 主日的周报 就会上载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就是www.cccf.tv 另外如果大家有感动奉献的话 都欢迎大家写支票 抬头请写CCCF 地址是3945 Shafer Avenue Chino CA91710 如果你有代徒的事項 都欢迎你们打电话 去我们的代徒热线 电话号码是626-634-3420 以后我们来唱三一种的时间 之后有请Dixon和我们做足套 祝你真相闻福之间 世上满满尊美主有 天是天官尊美主命 尊美成福星至圣灵 阿们 天父上帝愿一切的重赞荣耀都归远你 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但是从你口中一切的言语 愿意你的圣言发出的时候 你的光光照我们的生命 光照我们黑暗 我们仍然要去改变 要去突破成长的地方 也都提醒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为着主你而活 为了荣耀神 为了去将你的福音 去传遍地境而活 主要你去加能赐力给我们 主要我又真的愿意 天父上帝你的慈爱 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力量 保守 提醒 感动 尚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当我们愿意 效法主 跟从耶稣的时候 我们更加深的 经历到 你奇妙的救恩 祝我们去感谢你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赞美 祷告 愿你去月纳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等节目让我们有 安静片刻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 完成今天的崇拜